調一下焦距,好嗎? 那,感謝大家今天來我們今天的MVM 那今天我們請到那個哈爾為我們介紹那個 Creating Interperation 它是一種AX的方法 那它把這種方法運用在 就是最近它有撈到那個 實價的房價登錄 那還估計房價的價格 那,我們就掌聲鼓勵它今天很大的演講 那,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Creating Interperation 那,就如我們剛才加起來講 這個東西的話,其實它是一種AX的方法 那這東西的話,其實主要是發展在地理學上使用的 那它其實是用來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先來想一下一下第一個質量的問題 就是說,假設我們今天收集到AB這兩個點 我們今天在這個圖上找出了A在2,2,B在1這個點 那現在可能就很好奇說 那請問當C我告訴你X等於1.5的時候 它外置會是多少 等一下我們可以有很多種Model 比方說,我今天如果再多一些其他的點 我可能用一些2次的方式去逼近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但是,像這種的話,我們可能會最直覺去想到說 我們用線系內X的方式 就直接畫一條AB1.1條直線 我們直接去猜說 那1.5的話,那個點應該也是1.5 就這麼簡單 但是如果說 今天問題再複雜化一點 好,我們今天到了 假如說是2維的情況下的話 那 再簡單化一點 2維的功效我們可能也給你一個Create的點 就是說,我今天就在1.2.1.1.2.1.2.2這四個點 我今天一樣要你在這四個點的中間的某一個地方去猜說 那中間的值應該要是多少的時候 當然我們也可以用類似異維的想法 怎麼做呢? 一樣我們就是直接在這四個地方 把它做個面積的分配 然後做類似內X的方法 反正就綠色的點 用那個分比例的方式 就叫做百依脈的方法 一樣你也可以把這個點去表示出來 對,所以這個的話 其實這些方法都算是一種很直覺的一種信心內X的方式 那我們可能會有下一個問題是說 那還有沒有一些更好的方法 為什麼呢? 因為 比方說我們現在來問下面這個問題好了 今天這個點可能是一個比較慢洗髮的程度 也就是說 我們在一個比方說2維的地圖上 它現在有這麼多的點 然後一樣我要來去猜測中間的這個預測為止 當然你如果要 要剛才百依脈的方法 要用這個方法去做 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 只是說 那 在我們真實的情況中的話 不管是剛才的領域 或是百依脈的方法 其實都沒有考量到一個問題 是在於說 我們可能在採這些點的時候 其實是會包含一些誤差的資訊在裡面 對,那如果要去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做呢? 那 其實我們在想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還是要先簡化一點 假設說沒有那些誤差的話 通常在拆這個預測位置 我們可以用哪些做法 我們如果用剛才的linear的想法的話 我們可以去拆說 好 一樣我去拆這個預測位置的話 它其實搞不好等同於 周圍這一些 這一些點 假設說 叫做 假設說 這一個圖的話 它背景的函數是一個叫做 那些採樣點是 那些採樣點是 它等於說 G of x 就是這些採樣點 乘上它的一個線性內插的一個係數 的加總 得到我們要預測的那個位置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拆它 說 那我這個就說 叫它配曲好了 好 那剛才我們有 其實有講到說 其實真實狀況是什麼 真實狀況是說 我今天就算去採了那樣的一個點的話 假設說 我今天就算去真的去採了一個點 假設說 我今天有一個真實的一個大 有一個G of 位置的話 它其實是等於什麼呢 它等於說 我今天可能在這條石線上去採了一個這樣的點 然後呢 再配合上 它可能會有一些常態分布的一個誤差 而這常態分布的誤差的話 這個部分就是一個隨機像 那這個隨機像的話 事實上是 你可以簡單去假設說 它就是一個平均值為理 然後變異數字 一個Sigma 大於0的數字 而前面這個部分 它是一個決定項的部分 那這個決定項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 比方說 用乳鬼犬的方式去把它找出來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也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真的在 考慮的這個真實情況 它等於什麼呢 它會等於兩個部分 一個是決定項的部分 加上一個隨機項的部分 不過這地方 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在看這個假設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問題吧 就是我自己在看 因為我在看不只是像這類的 model 是有很多類似在做這種抽樣 然後去把它重建的這種 model 它都會直接是假設一個決定項 加上一個隨機像 可是這個 model 在這部分我覺得是一個 滿強的假設 好 那 在這樣的 model下的話 事實上 我們可以把剛才這一個式子 改成像這樣的一個矩陣形式 你比如說 事實上 我們剛才假設有採出了一個N的點的話 那這N的點的話 它可以等於什麼呢 它可以等於說 這個算出來的這個G alpha 然後乘上 我們現在還未知的一個線性系柱 對 線性組合 對 那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其實就可以繼續把它拆開 那為什麼我要提到這個呢 我們可以這樣想 好 我現在事實上 我希望的事情是 這一張圖上任意一個點 我都可以用這樣子 已知的點 然後乘上一個隨機找到 就是我們自己的 model下 找到一個最適合的一個爛檔 去把這個點估計出來 但是現在這個爛檔 我現在是不知道的 那所以大家可能下一個問題是 好 那既然我們都已經假設說 我們隨機要在地圖上 任意拆一個點的數值 是可以有抽樣點的線性組合 如果這個線性組合的數值 要怎麼做才會是最好的 對 那最直覺的想法會是什麼 最直接的想法就是說 假設我知道真實的 model 是什麼的話 那我會希望的事情是 我這個猜測的數字 跟我真實 model 的誤差是最小的 對 這是我們最直覺的想法 所以說我們可以這樣想 就是說 我們所猜測的這個 model 跟我們這個實際的 model 實際的那個函數 我雖然不知道它是什麼 但我會希望這個東西的方式跟 就是它是最小的 所以 利用剛才的假設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透過 一連串的計算 把它轉成到這裡來 對 那這個計算的部分 我就暫時不提了 但是重點是在於 這個計算的部分 事實上你可以把它拆成兩大部分 一個是決定向 決定向要算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後面 這邊你會看到有一個大R跟小R 那這個大R跟小R的話 事實上它會是等於什麼呢 它事實上是會等於的事情是 conference 這個conference是什麼 這conference指的事情是 我現在已經抽取到的 這兩點之間的共同編譯數 對 那也就是說 原來我們在求這個線性誤差的 我們要求那個 要求那個 那個線性組合的係數 最小化的問題 就變成我要去找出 最適合conference的問題 讓我這一個數字 就是這一組數字 算出來 會是最小的 對 好 那當然可能 看到這裡 大家就會開始有點糊塗 我就說 好 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現在希望的事情是 那一個爛打的數 爛打算出來的數字 要是最小 我們又希望是 讓這一組 算出來的路差是最小 那我們接下來 又知道說是conference的問題 那我們又該怎麼做呢 所以接下來就是 這一個方法 一些比較強的假設的問題了 在這個cretion的方法呢 它接下來就開始去假設說 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環境 有這三件事情 要去假設 而第一件事情 這邊的假設是什麼 這邊的假設是 它有幾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的事情 是說 我今天這個原始 我今天要去 重建回來的這個地圖 它的那個 假設理地價來講 就是它有一個實際的平均地價 而這平均地價 是跟位置無關的 然後 這個的變異數呢 就是個點去取樣的那個變異數 它其實都要移植的 然後呢 這個在講的事情是說 我今天 任意兩點 抽樣出來兩點的conference 它其實跟你位置無關 它是跟這兩點的距離有關 所以這件事情也很強 然後下面的話 這個事情是說 你任意兩點的差 任意兩點數值的這個平均差 平均來講的話 一直跟距離有關 然後變異數來講的話 它一直跟距離有關 所以也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前兩個假設 大部分都會把它改成說 所有的 不管是變異數 平均數 它通通都不跟位置有關 只跟兩者之間的相對距離有關 那這假設是蠻強的 那最後這一個 它又多一個假設 就是在講什麼 它這個假設是說 它會希望的事情是 今天我們重建出來的這個 預測函數的平均值來講 要等於原始函數的平均值 對 那這個的話 其實 這個想法其實還算蠻簡單的 因為就 蠻直覺就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我們有這些假設之後 剛才的問題又回來 就是說我們希望這個 平均誤差要是最小的 那希望這個平均誤差最小的情況下的話 就會說 好 就是剛才看到的這一行式子 這個東西 因為用剛才的 unbiased condition的話 這個東西它會自動就會變成零了 那所以問題就會變成 回到剛才講 我要這一組最小 但是變成要求這個最小 對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最小的話 就回到剛才就是這個問題了 它就變成說 我希望要讓這個東西 最小的情況下 同時要保住這個條件 所以你就可以拉入 導彈顯示的一些球技術方法 所以 反正就丟進來吧 接下來你就開始做微分 去球一球 就可以得到下面這個式子 剛才這個東西的問題 就可以變成一個這樣的一個式子 然後 我們其實就會發現到 我們剛才要求的爛打 可以用這些 以致系數 因為這些 yalfa 就是剛才講了 那些recreation出來的那些vector 然後這個r alpha的話 會因為我們剛才在說 會因為我們剛才在說 我們需要那些covidance跟距離有關 所以它也會變成一個 有辦法算出來的 本來是沒辦法算出來的 因為它可能很多東西亂七八糟 但是用剛才的假設 就會有機會算出來 然後這個r alpha也是跟covidance有關的 然後這個yx的話 你會知道 那是重要嗎 好 所以會知道 因為這個yx的話是根據 你自己 根據你自己到時候要算的那個位置 就會到時候就會知道 所以這一項你把它算過來 就會發現到 你原來要求的r alpha 就會變成這個乘過去 通通都變成可以算出來的 然後再乘上一個r alpha 也就是說你預測的這個東西 就會變成用這個式子 去把它求出來 然後 剛才的那個 誤差的 就是那個變異數的話 也可以用剛才的方法 都可以把它算出來 最後就會得到這樣組式子 好 不過呢 看到這裡 可能就會有一點 好 很多事情 不過這個marcho呢 在這邊的話 我就會稱這個 這個名詞叫做 Universal Quaking 那其實我們 後來你會常看到 大家會比較常用的是 Universal Quaking 那Universal Quaking 其實它是多了什麼假設呢 它其實多一個假設是在於說 假設我今天 剛才有提到的事情是說 那個全地圖的變異 全地圖的平均值 其實算它的期望值 它是等於一個m 如果那個m的話 它如果是等於一個定值的話 那這個地方 其實你可以用一些手法 它就變成全部都是 1 對 那你用1代替的話 就變成是 Ultinol Quaking的一個算法 對 就這樣子 那其實剛才有提到的事情是說 剛才有提到的事情是說 那個conference的話 其實它那個地方的計算 其實是有一點 就是剛才那個 大跟小R的部分 其實是需要去 去靠計 需要靠剛才的假設去算出來的 對 那所以說這邊的話 大家就是簡單去看一下 就是說 有一個方法 就用Velumplen的方法 它可以去把 一些素質方法 然後你配上 一些利用這一些 一坨拉固的素質方法 然後配上 它有一些既定的model 可以把那個 conference的那個model 給 數值 應該說那個模型 給建出來 但把那個 數值建出來的時候 其實會參考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到時候 因為我們 事實上有一些抽樣的點 可能假設說有10個點 好了 那我可以 因為conference我可以量量算 所以是C10取2 C10取2 C10取2是多少 45個 45個 反正45個的時候 你到時候就可以根據 任兩點的距離 然後配合上 呃 他們算出來的conference 呃 對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 點出來在上面 但你點出來在上面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就會希望去 找到一個h跟那個數值的 一個 呃 一個模型 那你用這個模型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評估 就可以去把剛才要做的事情 可以做完 只是說這個模型剛才 其實大家有看到很多種 那不管怎麼樣 其實那些模型 它有幾個需要調的參數 一個是 一個是它跟這個原點的 這個constant的差距 然後第二個是 你要考慮到 它到最大值的時候 這一段距離是多少 然後第三個是 你要考慮的這個range 到底要多少 對 然後第四個的話 其實是這邊沒有寫到 其實應該說第四個 OK 第四個 還沒有寫到的事情是說 因為有的時候 當我今天抽樣的點太多 像剛才講 只有十個的時候 它就已經到四十五個 那如果我已經有一百個了 一百個就是四千五百個 我不太可能說 那四千五百個全部丟下去去存 所以 我可能會做 可能大家會從平常會想做的事情是 可能我把它分組 可能分十組 然後十組的話 我把它平均起來 取一個中間值 比方說 零到一百 我可能就 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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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 然後呢 把這十公尺去上下取平均 然後把這十組的 這一個 歪值 給平均起來 再打一個點 所以到時候就是 只用這十個點去把這一個 把它抖給建出來 對 好 那所以說 在利用剛才講的這些 滴滴空頭的事情之後呢 就會有一些例子 比方說 這是我直接拿 某一個函數 然後 任意抽二十個點之後 然後我會做出 可以把這個 這個圖形給預測出來 那這個是它的 那 當然 其實剛才講的一大堆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到底 要怎麼用呢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用RStudio 去做 去做 你的黑納要切換一下 黑納要切換一下 對 再按一下 謝謝 好 那一開始的話 我們會需要去 呃 Load一個Library 叫做 GState 那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是跟地理相關 都會用到的 然後一開始的話 我接下來要去示範的這個 Betaset的話 是實價登錄的Betaset 對 那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 網路上 就是ROMI已經有把它放出來 搭配去用 所以我就很簡單 直接把它Load進來 好 然後呢 我接下來就 這一段的話 其實大家 呃 我會去把它 Lo的事情是在 在大岸區域附近的這些資料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直接把下面的事情都做完 嗯 嗯 接下來的話 羅完之後 接下來第一件事情 是 嗯 我們會先去 建一個 去State的 這個Object 然後接下來去 去 train它的 嗯 變異圖 然後 嗯 我們會看到的事情是 類似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是大家會看到的事情是說 嗯 然後這個Betaset 然後這個Betaset 在這邊上 對 那事實上 因為我取的這個範圍的話 嗯 嗯 它是 我們來選它幾 二十 二十 二十個吧 對 我選範圍其實是比較少一點 所以它就只有 這麼少的一些 一些點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 想辦法去找 呃 一些東西 去把它 好 可以 所以 呃 不好意思 嗯 然後 呃 剛才把那些 用那個東西的話 其實可以把 下一些指令去把它 給你建出來 那建出來之後 有一個Pedic的東西 可以把那個T給你 然後Pedic的東西 把我要的那個 那個 因為是多的是 實價分路 所以我就會把這些 實價分路的 東西 呃 先 藍色這些 有二十個 有二十個 數據 那我就會用這 二十個數據 差不多是二十個數據 我就可以把這二十個數據 去把 實價的這個 這個 地價分路給 表示出來 對 就只有用二十個點 然後就可以把 整個大安區的這個 地價分路給 畫出來 好 那當然大家可能 有會好奇說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每個地方的 就是 地價上下條的話 他也可以告訴你 這樣子 所以 你就可以用兩個標準 插去算出說 這個地方 大概 在這個Model下 百分之95的 新鮮水準下 他的地價 應該是否在 兩個範圍內 對 那 呃 當然這個可能 對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好像不知道在 呃 你 因為這只是一個 算出來的東西 所以 後來的話 我把它做到 呃 Google Map上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很簡單的 在移動這個 游標 你就可以把 各地區的這個 地價 的數值 應該是多少 他上下範圍給你看 看的算是 蠻清楚的 那其中這個 指射的部分的話 就是地價最高的地方 就是 破百萬 五瓶一瓶破百萬 然後這邊是 差不多落在 呃 六十到 一百之間 然後這是 四十到六十之間 對 就是這樣子 那大家就可以 用這個Model去 想辦法去 像是各種 跟地理有關的資料 都可以用這個 去做 比較有趣的事情 是他 其實也不太 局限是 只有各種 對 那 對 這部分就是 我目前對比的 一些小研究 想想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 問題想問的 所以 丟一區的話 就只有他的一些 精緯度還有一些 硬架 然後去 產生出 這麼一個 對 但是其實 有一個地方 我剛才都有刻意跳掉 是在於 剛才有講那個 那個模型 要建的時候 他還有幾個 有一些東西 是要去 去給予他的 這樣子 就說 因為我要建 建 剛才有 我們會把那個 Compulence的那些點 打出來 但事實上 那些只是散漫的點 事實上 我必須要去假設說 這些散漫的選 它隱含著真實 他們有一個 一致的Model 是長成這個樣子 當然 他可能有 有高師 有求求 全linear 那他可能都會 共同都會需要 像這個 這個 這個參數 然後 還有這個 他到底可以從 長什麼高 然後你要考慮的範圍 有多遠 然後你要給予 適當的這些參數 才有機會 建出一個合理的 這樣的一個 model 去算出來 比方說 像我在 呃 呃 確定了 這邊才能看到 比方說 比方說 這一行 這一行的話 我就去見 就是去見他的Model 然後我這邊的話 這邊其實上次 有刻意去給他設一個 十萬 做一個 就是做他那個變化的高度 然後我的Range的話 因為我這邊是設0.001 那這邊0.01的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假設說 我今天是丟 像剛才的問題是地價嘛 所以我那個Range的話 我會希望的是 設在差不多 呃 100公尺左右 因為他 10的-5次 突然的話 是1公尺 所以10的-3的話 就是100公尺 對 我就是考慮在這個範圍內的 呃 這個距離內的 conference 的那個Model 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是用線性的 就是說 他剛才那個是一個曲線嘛 我到時候 畫出來那個Model 會是一條形式線 對 然後我利用這個方式 去見出來 然後再 畫在 做後面的這些 裏面的預測 對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呃 那 像我們在使用這個方法的時候啊 我們有需要知道他 背後的 Underline的那個 那個 Power BRT Distribution嗎? 嗯 常態假設 常態假設 對 他其實都是用高 對 那所以 所以我們 應該會有一個 要預設說 一個預設的 像你說的 covariance 或 variance 代表的是說 每筆 data 對他周圍影響的力量 有多大 是不是 對 就是說他代表說 每筆 data 就是我們每筆 data 對他周圍的影響 視力範圍是多大 可能就是 有一個 variance 就是 所以是用tune的 對不對 對 那是tune的 那沒有 沒有看到什麼好的 當那個東西一改變的時候 你整個